满满桃红色粉嫩色的三色寒鹰 已经在枝头上陆续绽放 位于三峡竹伦地区的大雄樱花岭的樱花季 也正式开跑 首先登场的就是三色寒鹰 目前我们的三色寒鹰第一波 现在大概开两层多 因为今年受到天气节气的影响 农历过年也提早 所以你会觉得今年好像比较晚 但是也因为去年是提早 所以它好像落差有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 三色寒鹰它开花的时候 会有三个时期的不同的颜色变化 刚开始它会是比较浅粉的 然后到中期的时候 就变得比较正常的粉 正粉红色 那快凋谢的时候 它就变得很深的粉红色 那有时候你从中间那个时间来 就从一串里面 它会有三个颜色层次的变化 所以才取名叫三色寒鹰 大雄樱花林业者简历祥表示 园区内大约种植了 4000多颗不同品种的樱花 可说是大台北地区种类及数量 都是最多的园区 各种樱花会亦花期不同 陆续盛开 深浅不易的各种樱花 等着大家来欣赏 我们目前大概园区的面积 大概五甲多 那种数量的话 大概是4000颗左右 大概有六个大品种 会陆陆续续开花到 三月中旬左右 然后先是三色寒鹰 再来就是浮尔摩沙鹰 跟香水鹰 八重鹰 会在过年后接续开下去 然后还有后面的吉野银系列 也有两三个品种 会陆续开 我们的粉砖都会po最新的花矿 看那个会比较及时一点 因为有时候花会 没办法说预期一定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 所以看我们的花矿的话 会比较及时 我们晚上五点 下午五点就会开始开灯 开到晚上七点左右 就在沿路的地方 都会有灯柱跟灯区 可以提供拍摄这样子 大雄樱花林的樱花 花旗各有不同 三色寒鹰的花旗 大约在国立的 1月1号到1月25号 福尔摩沙鹰与香水樱花旗 大约在1月20号到2月10号 台湾八重樱 则是在2月份期间 富士吉野樱 是从2月20开始到3月10号 燃景吉野樱与默然樱 则是3月1号到3月20号 不过花矿会受到气候影响 建议上山前 先上脸书搜寻三峡大雄樱花林查询确认 今天刚好是我老婆生日 那在三峡住了数十年 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来到这里 我只有一个心动之人 哇哇哇 这也是太棒了 占地非常的广 那当樱花全部盛开的时候 那种那种盛况 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趁此祝我老婆 生日快乐 兔年平安吉祥 农历春节期间 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 想留下网红照 以及漫步在粉红花海的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了 中家新闻 新北市三峡报导